这款鸡尾酒抗体疗法由美国药厂再生原制药开发 处于试验阶段,未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授权 不过可以在特殊紧急情况应用 这一次就在特朗普的医生要求下 获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用来应对总统的病情 治疗包含一款人造复制的单株抗体 同一款在康复者体内取得的抗体 混合成多株抗体疗法 有助捉住新型冠状病毒的激状蛋白 增加疗效 早前测试显示 疗法有助不用入院的轻症患者 降低病毒量和减轻症状 自愿接受测试的275个患者之中 体内本身没有抗体的人 疗效最显著 6至8日就能够减轻病症 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曾经接受安慰剂的患者 就需时13日才见好转 厂方认为 疗法对免疫系统较弱的长者最有效 暂时病症轻微的特朗普已经74岁 据报他注射的剂量 比那次实验中使用的为多 抗体疗法备受期待 但是制作困难 成本高昂 再生完制药 早前已经获得联邦政府的5亿美元资助 有线电视记者陆子晴报道 抗体疗法备 您的发现 既然啦 真正能很开心 您的确政 为什么 早前还在认为 这大堂 您的工作